外面當中看到 這是新鮮的作物 木比哥 營養生粉館 收益KO的黑布社區大學 特別正在生態氛圖裡面 現在又像是結識累累 民眾如果想要拼凶這款 合作提供來的水果 木比哥 會讓人在這裡吃到 在旁邊這個歷史的格式 它不是木瓜 西班規則氛圖 隔壁還有漸漸的格式 這是台灣很坎間的目標果 現在是當樓下生態很苦的博物 我們東樓溪生態教育園區 那有一種爬藤類 很多人進來看了 都覺得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果實 那看到這個果實 好像看起來好像是木瓜一樣 可是它不是木瓜 那它的植物名稱非常的特殊 為什麼呢 你看果實不知道 你看一下它的種子 它的種子像什麼 好像貝一樣 所以它的植物名稱叫木貝果 或是木貝植都可以講 那這種植物呢 其實在台灣也有 在東南亞國家這邊也都有 香菇裡面在種這種水果 隔壁不來得到這裡 外形和歌詞裡面的經濟也非常特殊 它有好幾種食用不同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 像這種綠綠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剖開來 然後把它的籽挖出來之後 我們來燉排骨 那個口感有一點像 苦瓜的口感非常的好 那第二個就是等它紅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煮過之後打成果汁 對於我們的眼睛也有保護的作用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視力更好 這是我們的一個 木貝果的一個食用方法 歐佛社區大學標示 來到分析參考 不然能看到很多主人生態 我們看賓餐也很有特性 想要平常和千來自天董的水果 木貝果的好處理 來到這裡就能吃到 大中華新聞中華報道 所以本的東西寧aw 這幾歲的 那有很多東西 在這裡有很多東西 但它可以被我們